你去哪裡就愛哪裡 那當然我們生生世世居住在臺灣 我們當然愛臺灣這個國家 我們反對這些傢伙 反對馬英九統派白狼之流的 就是說你們吃臺灣用臺灣 到最後你又要罵臺灣 昨天你還要威脅臺灣 但是這些到明天都一切就是截止 重新洗牌了 我期免我們臺灣在小英總統帶領之下 我們再接再厲 等待黎明 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一刻 那這一刻我們要度過 靖宇我先來補充一下時間 我覺得今天我們討論 明天是不是有九二共識 剛好王世堅在這裡 我就可以舉我們共同的例子 民主是臺灣最重要的 臺灣沒有民主 什麼都不是 民主就是一個當然很清楚 包容跟尊重 大家可能不知道 文振 我現在跟王世堅共用一個辦公室 他是最綠的 我們共用一個辦公室 王世堅從來就不會說 你到我辦公室之後 你要支持臺灣獨立建國 不會 這就是一個 去年十月份 我去登記參選立委 陪我去的除了牧師之外 就是王世堅 王世堅也不會跟我講 師兄 你現在去登記參選立委 你一定要這個意識形態跟我一樣 他慢慢改變你 沒有 就是說大家就是一個彼此的尊重 其實今天就是給習近平看到 臺灣之所以能夠成為臺灣 跟你們大陸不同的就是一個意識形態 政治立場可以不同的人 但是他們有太多相同的地方 可以共同追求 像我說的 我跟王世堅共用一個辦公室 世堅從來沒有勉強 我 師兄 你到我辦公室之後 你要向臺灣獨立共和國要經營 不會 他陪我去 我選舉從來不用宣傳車 去年王世堅戰車借我用了一個禮拜 但他也沒有說 我上面是臺灣獨立建國 你必須要改變你的意識形態 我用他的戰車 用得理直氣壯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是彼此尊重 而且互相包容 這就是我希望中共不管是習近平 和今天中國大陸任何一個瞭解 臺灣今天的基本價值就是民主 而民主就是所謂的尊重跟包容 如果你自己畫一個圈圈 非要如何如何 你已經違背了臺灣人 不管南或綠的一個基本信仰 邱哥你剛剛談到馬英九 他除了施政不佳 犯了很多錯誤之外 你剛剛談到的說 就是現在階級不流動的問題 其實階級不流動的問題 我們曾經列出一張很仔細的 一個裙帶關心表 叫做裙帶權貴 在這個裡面政商的勾結是非常生的 那換句話講 轉型正義其實在馬英九時代並沒有做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階級不流動的狀況 如果在這個轉型正義沒有做 然後又施政不佳的狀況之下 我不知道人民要還給他什麼樣的公道 你會認為馬英九為什麼不去參加 這個蔡英文的就職典禮 其實憑信而論 我覺得就馬英九來講 這個格局似乎小了一點 他是國焉不到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 我相信今天剛才靖宣也講了 他那幾分鐘的演講 模仿兩千年最早做這個是克林頓 後來小布希跟著學 歐巴馬前一陣子也做了 但是沒有人會記得這三分鐘五分鐘 永遠會記得你八年的時政 就如同沒有人會記得蔡英文國夜上的菜單 但永遠會記得你未來這一千四百六十天 你帶給臺灣人民什麼 所以馬英九我覺得在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身為一個所謂的前黨主席 你對最重要轉型正義裡面有許許多多 但是我認為黨產這一塊 如果你不交代清楚 那涉及的是貪毒 那涉及到坐牢的問題 而不是所謂個人的好語物 在這一塊民進黨 我相信你可以在其他方面 或許因為政治立場 你可以做某種程度的調整或修正 或是把人家所報復行為 他已經定義為追殺 但是如果說你對黨產或是不公不義 你用戴帽子的方式來定義的話 我覺得那就讓所有的貪污都合法化 我認為中華民國所有的民意代表 所有的官員都不可能接受 這我可不可以插一句 就是這個今天在這個臺灣五二零前後 一個叫舊任的總統和新任總統 這兩個人表現 就很多人非常關心 非常有意思 這個當任總統要說什麼 那我覺得基本還要圍繞說維持現狀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李登輝1996年這個 第一次直選總統當選之後 他強調的是民主在新 對 那今天就看蔡英文總統 他會強調主權在民 那就看他今天袁芬斌講那些 和多少的稿子 最重要是蔡英文新總統能不能強調 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臺灣要走出去 能夠講這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幾個字 我覺得就已經回答了 那個九二共識的謊言 所以這個非常關心 什麼考慮中國不重要 考慮美國不重要 考慮什麼聯合報案的所謂什麼人 更不重要 必須要考慮臺灣的民意 尤其你的選民 臺灣現在多數的選民 都認為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多數的選民認為自己是臺灣人 臺灣這個要走向世界 說這個強調 臺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是一個主軸 如果不談這個 這個演講就失敗 如果談了九二共識 更失敗 所以我們就非常期待 另外同時大家都看到 卸任總統很多表演 什麼龜山島 太平島 每天登各種島 尤其做了個影片 剛才林議員還說 有一部分人很感動 我覺得那一部分人 真是可能是頭腦有問題 這個影片我看的時候 好在沒在吃飯 否則會噴飯 我覺得那天晚上 臺灣的皮膚科醫生大賺奇才 可能很多人都皮膚 起雞皮疙瘩的去看皮膚科 這叫一個什麼影片 因為看這個影片 文雄雄你在這裡 你隸屬了馬英九卸任之前的 他的經濟之糟糕 你那個臉書很受歡迎 剛才周一庫批評你 我還對你說不公道話 你那個做得很受歡迎 但是下面有跟帖 說你要經常跟我坐在我旁邊 你就變得更綠了 但是我們看現任總統那個片子 那我看了以後覺得太不像話 今天大家來討論他這個 這個陸容是陸耳朵裡頭 這種常識錯誤就可以原諒的 誰都可能犯常識性錯誤 但是你就說把自己稱為寶寶 寶寶怎麼怎麼 歡迎就這個詞 這個詞不是臺灣的語言 是中國流行的語言 到了臺灣網絡 那中華民國現任總統 一個六十多歲的大男人 自稱寶寶怎麼發現那個人 那真是 我是覺得他精神上有了一些毛病 那我說這個還有一定的資格 因為我跟你們臺灣辦民報 這個陳永馨是同行 我在上大學之間 在中國著名的八大精神病院之一的 精神病院工作過六年半 那個時候學校關閉 沒有機會考大學 在醫院精神病院工作 所以以我這個這個從那個知識來看 馬英九起碼有三大精神症狀 這是在精神病院普遍認為是這樣的 第一個就誇大妄想 他硬說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這完全誇大妄想 這非常可笑明顯謊言嘛 一個中國怎麼是中華民國呢 你到中國不敢講 國際不敢講 在臺灣的話 你是欺騙兩千三百萬人民 自欺欺人的 這完全是個誇大妄想 第二個就是這個被害妄想 是精神疾病的第二種主要症狀 他還沒卸任之前就說要政治追殺 誰追殺你了 誰提過政治追殺 蔡英文民進黨 這個包括我們林議員 包括這個親民黨的劉文雄 都沒說追殺啊 我們就司法追究嘛 他自己放出個風通過這個聯合報泛藍的媒體 要政治追殺 而且已經開始了 在哪裡開始 所以這是被害妄想 第一個是誇大妄想 第二被害妄想 第三個最重要的症狀 就是跟現實完全脫節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 像馬英九那樣 穿那麼短的短褲 出席我們的節目 這對精神有毛病 神經病 這個節目怎麼可以一個男人 穿個短褲來呢 就是跟現實完全脫節 是精神疾病的重要個現象 所以他今天成為自己寶寶 我就想剛才這個修委員說了 他要到現實後到各國走一走 是不是要走訪 那可能包括中國吧 中華人民各國 他又去了 見到那個習近平 習近平大家知道嗎 中國人管叫習大大 大大這個詞 東北話山東話 就是父親的意思 爸爸的意思 那你說馬英九見了習大大 說我是馬寶寶 見到習大大 那沒等跪些輩分就知道了 你是兒子先老子了 包括那個習近平的妻子 叫彭麗人被稱為彭媽媽 不是媽媽是麻麻麻醉的麻 這個是麻煩的麻 彭媽媽 那你先你說馬英九帶了周美清去 周美清台灣有個素語叫什麼 梅梅是什麼 梅梅 就形容女孩叫 哭哭哭哭 他說你這個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是嗎 他說寶寶不講 他說人家問他 九二共識是一宗各表嗎 寶寶不講 然後問他你是中華民國總統嗎 他不敢說總統 一直在說馬先生 他會說寶寶不講 而且用那個那個詞 還不是寶寶寶 寶寶就怎麼說 人家問你是不是無能 寶寶不講 最後人中國經過問他 你是不是像你說的 強調了是不是真男人 寶寶不講 你可以想到到中國那個難看 那個難看 所以你從這些來看 你說這不是精神有疾病嗎 全世界你說聯國193個聯國成員國 哪一個國家元首 在卸任之前 要在公眾場合面對媒體 談自己是不是真男人 有關嗎 今天沒有任何人質疑他是假男人 你是此地無人三百兩 所以你還談自稱寶寶 你覺得這是我覺得 確實有精神疾病 台灣人真是悲哀 在八年被一個有精神疾病人管理的八年 所以經濟過後外交困境 他還沒研究 因為五二年下一步 他還是很搶戲 我們帶你來看一下 因為在就職的時候 好像也還在搞一種框架 就職典禮他主持 然後他會回到座位上面 然後是讓蔡英文到臺上宣誓 然後他在這裡就特別提醒 說說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上任 就要講的 餘必遵守憲法 他反覆提醒蔡英文 而且在總統府的大禮堂 就改名為經國廳了 而且他狂給小英小斜川 兩週之後才辦理他的官邸 不只是為安有風險 而且人力還有所增加 另外大家看到的是 這個輔團隊回歸卸任辦公室 包括曾永泉 雄光華 還有蕭旭層 都會持續幫忙 他來做卸任之後的工作 而且他還特別講到 有關於社會住宅 他不斷地幫蔡英文下一些指導旗 社會住宅他說 他表示不認同 而且很憂心 那麼有認為 就關於這個我們剛剛 特別談到的轉型正義條例的部分 他說你們如果新政府硬推 就會為政局帶來紛擾 他還叫蔡英文厚道一點 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就是因為這些發言嗎 就是因為後面的這些表現嗎 所以老大哥現在為他送溫暖了 中共黨報環球時報說 這個他帶來了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新局面 無論是對中華民族或台灣社會 馬英九最終都會被作為正面人物 而計入歷史 好 文雄哥 我必須這樣講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現在批判馬英九 其實真的 就像我剛才那些 那先談談為什麼宋主席不參加 對 我這樣講 其實我尊重每一位 對清明黨的批判 我們也要接受人家的檢驗 當你要自我反省 這是應該給他按個讚 可是你自我反省 只是對自己的形象不好的地方 你好像自己做了解釋 可是對老百姓所痛苦的 你我所感覺得不好的地方 台灣被往後退步的這些東西 你卻沒有反省